同事 這個一起喝小酒沒有五次 最少也有三次 我今天跟他做同事 我覺得很羞恥 你剛剛說誰說的時候 沒有打高齡 有啊 他就是高齡 他在高端打了 他自己是不是打什麼 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 所以我想說 維翰護航國產護航到這種地步 已經完全是蠻幹硬幹了 所以我的老天 這背後是牽涉到多龐大的利益嗎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民進黨現在 為了要讓大家相信國產疫苗 我已經公開講了 我應該是少數的 而且很多網友都罵我 就說你憑什麼 要敢打國產疫苗 沒有選擇 所以當我一個 願意打國產疫苗的人 再說 發展國產疫苗 跟買國際疫苗 根本沒有衝突的時候 大家想想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以剛剛的人數來算 日本買五倍的人口數 加拿大滿十倍 那我們現在才剛好一比一 你再多買一點 你國產高端兩千萬 聯亞兩千萬好不好 也才四千萬 你再往上去 再跟國際大廠再買個 大概兩三千萬 七千萬讓每一個人 都要打兩劑到三劑的 那樣子的數量 我們現在是沒有錢嗎 台灣不是台灣籍 income嗎 現在是救命的時候 所以第一 你要買五百萬也可以啊 對 所以 你支持國產疫苗 繼續跟國際有認證的大廠買疫苗 這個是沒有衝突的 是第一個 但是顯然有人在網路上 開始要造謠 就像上禮拜跟大家講說 絲絲有兩種 BNT有兩種 那弄到後來連莊人想自己 跑出來跟大家講 沒有 然後被搶麥克風 沒有啦 我們還是不買中國疫苗 一樣喔 這跟大家講過了 BNT就是一款 目前全世界的BNT都是德國製 然後我們台灣很討厭中國大陸 很喜歡美國 那美國的總統叫拜登 他打的是BNT的 然後台灣現在有一半的人說 那個是最爛的疫苗 是你瘋了還是拜登瘋了 在民進黨的這個網路社群中心的 這個主任 范剛浩 當然是個年輕人 他所做的這個圖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他所做的這個圖 跟大家講說 我們當然支持國產 支持高端 支持聯養 我再講一次 我黃文漢也沒有反對 我們台灣有國產的支持疫苗 可是你今天做出來這個圖 告訴大家說 都一樣 紅色圈的這個 說BNT 說AZ 說莫德納 全部都跟我們高端年來一樣 二期之後就可以緊急授權 那你是當作大家這些年來 都沒有在看國際新聞嗎 這才是真正的解答 你可以看到這三支不同的疫苗 我講細點給大家聽 攝影大哥可以幫我再拍一下 你看像這一支 我先不講AZ 我先講BNT BNT他的第三期的期中送宴 的結果是11月9號 這一天時間出來之後 只有英國 在11月9號之後 然後最後的結果 12月10號之前 也就是12月2號 差了八天 他給予緊急授權 你注意看 當他已經完成最後的三期做完 有人講沒做完了 先跟大家講三支都做完了 進場第一個 有人說這個國際大廠也都做到二期 就沒做了沒有 BNT 莫德納跟AZ 三期全部都做完了 都是三萬人以上的採樣 先講這件事情 第二個 那你今天 BNT在這個 三期完成之前只有英國 先讓他緊急授權 12月2號有沒有 11月9號之後 然後 12月10號之前 包括美國歐盟跟COVID 都是在完成12月10號之後 有沒有看到 11號21號31號 這是BNT 莫德納因為是美國的 美國比較早 美國在他提出的第二期期中試驗之後 在完成報告12月31號之前 12月18 提前的13天 他給他緊急授權 可是美國以外 包含了英國 這是2021年 三個都是2021年 比2020年還要之後 英國 他是94.1 BNT是94.6 怎麼做的 就是第三期才有辦法做出來 我們現在高端聯亞 剛剛淑慧在問啊 哪一個人站出來 跟我們講一下高端聯亞的 房屋率是多少 你不做第三期 你不知道嘛 好那AZ確實比較特別 AZ他在第三期的期中 做完11月23號之後 他就紛紛獲得了英國 歐盟跟COVAX的授權 特別是英國 因為AZ就是英國 他就是牛津大學 跟這個阿斯特捷利康合作的 英國人停過疫苗 可是呢 他之後確實也在 2021年的3月23 他是最後一個 他比較晚 也已經補交了完成了三期 所以這三次都完成三期了 然後你注意看這個 到現在還有人在亂講 美國也因為這樣到現在為止 今天是5月31號了 美國根本沒有授權AZ 美國FDA沒有授權AZ 美國施打 你還在網路上繼續亂講嗎 然後 這三款疫苗的所有 不管歐盟英國美國跟COVAX 他都是在至少完成了 三期的其中試驗 觀眾朋友 我在我們這個節目當時 已經講過三次 我想千萬要聽到有多長錢 前臨床叫做動物實驗 第一期叫做人體實驗 但是呢 先求不傷害身體再求療效 第二期就是我目前 高端跟人家做的 就是開始要去做他療效 可是呢他故意把人數 拉到了三千多四千 因為他知道沒有辦法做第三期 但是 全世界的各大疫苗 他的第三期 他必須要進行安慰劑的盲測 而且他的數量要非常大 對 三萬六萬更大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數字 你就找不出他的防護力 所以現在不是說我們的疫苗 那這倒來看這張 你就知道多可笑了 那我們 我們這一張裡面跟大家講說 沒有啊我們的高端跟聯亞 跟莫德納跟AZ跟BND 都一模模一樣樣 這不是亂做梗圖 這是什麼 那你今天做這種事情 你今天指揮中心不出來澄清 而且開罰 還加碼跟大家講說 真的啊 莫德納二期 我看到陳中部長講說 只做六百多人 你去查一下至少八千人 第二期 然後之後後續的要三萬人以上 他怎麼那些數字都亂講啊 隨便亂講啊 他也講說那個會三加十一 是陳中宴開的 後來又講說不是 對 那你一天到晚講的事情 都事後更正又不對 那不準 那這樣大家聽你講幹嘛呢 對不對 重點就在這裡嘛 我再講一次 但是我沒有反對我們中華民國 有自己的疫苗 可能他的保護力沒有那麼好 但至少他也經過第一期就是 先求不傷身體 剛剛所長講的嘛 可能我一下你打完 你覺得可能沒有用 但至少我可能不會因為這樣 我就跟大家說再見 明天就不在了 躺在那邊 但是至少 我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大家現在怕 所以要保命說我去打 總統也要打OK 但是你沒有必要因為 擔心大家不打國產疫苗 卻把國際的疫苗講那麼差嘛 你上上個禮拜那個你話 你聽得下去嗎 思思有兩種 BNT有B1 B2 小心喔 那個靈明聲要給大家買的是爛貨 你怎麼證明是爛貨 後來一問發現全世界 根本沒有所謂的爛貨 BNT就是現在目前最好的 全世界都認定 它是目前最好的疫苗 只有中華民國說 它是最爛的 這你聽下去 那為什麼 就是為了政治 所以1450們 剛剛所長兩次生氣 你們到底在幹嘛 你家裡面沒有長輩嗎 是啊 你沒有爸爸媽媽嗎 你要讓他打那種不安全的疫苗嗎 所以簡單講 就事論事 現在是救急救命 趕快去買國際的大廠 能買多少是多少 台灣的疫苗一發出來以後 像這種不是醫護人員 不是第一線的人 說實在的 我也願意去施打 那這樣可以吧 你不用為了說 不打國產疫苗 當然有很多人像我這樣說 願意打國產疫苗 可以去買國際大廠了吧 可以讓那第一線要面對病毒的 醫護人員 他們用比較好的疫苗吧 有認證過的疫苗吧 不要再亂講說 別人跟你一樣沒認證吧 到底是在搞什麼東西 亂講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機會更強大